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条件 文化是反映一个民族意识和这些世界的窗口 语言和文化的交流 能够在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我一直很喜欢学习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我不仅学习法语和它的法式文化 现在还学习换语和中国文化 大家好,我是陈兰党,丁兰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增加一家庆》 中国有主题话,叫《四海定内学兄弟》 我认为,中国和加纳也是兄弟 这关两国像个很女人 但,同时学习人给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聚会 同时学习人让我知道,中家两国人民 最美丽,希望,幸福,这些自由的理解相同 两国之间的文化相同,命运共同 大学三年制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汉语 通过我的努力,我慢慢的可以和中国人用汉语交流 唱中国歌曲,朗诵中文故事 甚至还可以观看没有英文字幕的中国电影 因为学习汉语,我找到了很多中国朋友 我喜欢与他们交换事情 学习了数多中国极其文化的技术 通过学习汉语极其文化 我可以用汉语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爱中国,也喜欢学习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中家两国友好交流的事者 让越来越的加拿人了解中国,喜欢中国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感受加拿精美 了解加拿的文化,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谢谢